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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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升大學 大學升什麼 這麼窮 我要怎麼生存呢 沒有缺熱QQ 對 還該怎麼辦 急拍攤耶 怕死人 對… 天這麼黑 風這麼大 爸爸去阿姨家那裡 阿姨家 偶爾也應該回家一下吧 對不對 都不回來了 你知道 然後你看 現在因為暑假嘛 然後學生想說放暑假 OK 但是開學的時候 有一件事情要面臨給他們 頭痛啊 今年學雜費要漲了 要漲了 對不對 教育部有縮 可是這不是爸爸媽媽要煩惱的嗎 沒有 有些很多同學自己都在打工啊 現在就有在工作了 都要自己繳學費 而且如果他是在台北念書的 我們現在那個台北 要自己在外面租房子啊 那個房租很貴耶 對 偶爾還要跟同學應酬 還要去唱KTV什麼的 真的 你以為我們想去那也是應酬啊 對啊 所以我每次去都 以前都不點歌 然後也不吃任何東西 就坐在那邊 就是為了省那一攤 就不用付錢 真的啊 可以嗎 好強喔 你是用這種省錢的方式 但是又可以感受到KTV的機會 又可以在那邊嗨 真的耶 學生真的要省才行 對啊 有時候我請大學生去唱歌啊 沒有一個是要說要幫我出錢的 可以我們先走喔 對 我們那夜店還有一攤就走了 沒有稍微講說 看看我們今天是不是 就假裝一下都沒有 你都來了 咚咚咚就走掉了 因為定位現在那麼崇高了啊 對啊 好萊塢電影師 你是電影科 對 怎麼會是我們常在你面前付錢 不是 也對… 好 約今天晚上嗎 今天晚上 208包箱 頂頂 OK 總統包 再請大家一攤 真的 真的啊 好胖喔 去哪兒 當然啊 誰管妳喔 等一下錄完就直接走了 不好意思 怎麼不要講出來 不要講出來 對 太明顯了 可以修剪一下 好 大家今天要去那邊好好玩 好 好 重點來了 我們要問大學生 是不是 探討一下他們的生存之道 現在物價太高的狀態之下 請問你們 你們常被身邊的人抱怨是浪費的 人們嗎 你們是浪費的人們嗎 一個人的話是人 Yes or no 阿Q 我其實很窮 因為我前陣子窮到我電話費被停掉 然後一直被追著那個房東追腳房租 可是你的團員Patrick好像很有錢 他就帶那個潮牌 潮牌 然後都很貴的 因為他媽會幫他租錢 我媽不會幫他租錢 他工作量比較大啦 沒有人說 對 Patrick是 Patrick是我們這邊也是著名的媽寶 對 他是媽寶 不管工作量的事情 但是我呢 我因為我都這麼窮 為什麼被罵浪費 是因為我 因為我上課 上陽明山很麻煩 就是坐車 公車什麼都要 擠人擠人 所以我省錢有一個目的 是為了坐計程車上山 所以都被罵 那也賣奢侈的 奢侈 奢侈 不是… 我都是在坐捷運 就走路爬山會怎樣 可是省錢 沒有 我省錢是為了 我省錢省了有目的 是為了要去上課 對啊 時間就是金錢 我浪費的時間也等於浪費錢 但是錢要省起來 怎麼省錢呢 對 我們邀請到了這個 是學生界的模範團體 邀請到的是宇宙人 歡迎宇宙人 禮物 謝謝 宣傳專輯耶 來… 而且剛剛爬完西馬拉雅山對不對 真的耶 我看到那些新聞我都嚇一跳了 我說現在為了要宣傳唱片 要去爬山 爬喜馬拉雅山 怎麼會這麼累 下一張是怎樣 要去月球 然後再回來 才能爬上面 是有在計畫月球的事情 真的假的 沒有… 有時候我講話會 有時候我講話會 不一定要接沒關係 對 講講而已 沒有 因為上次 上一張專輯我們去爬到玉宇山 然後記者就問我們說 這麼高還要去哪裡 我們就 下一次要去哪裡 我就隨口說喜馬拉雅山 然後就 異語成 真的 今天要跟我們好好聊一下 好不好 OK 謝謝 歡迎你們 謝謝 今天我們還有請到三位 三位是 窮學生代表 各個領域當中十分專精於省錢 這個部分的 第一位 歡迎 漢哥 歡迎漢哥 請用一句話來形容你們的 省錢哲學 漢哥請 沒錯 很好 理財雜誌都這樣寫 理財雜誌有這樣寫 來 師兄 算是比較偏向標準的答案就是 這句話誰不知道呢 對 是廢話 因為我們都覺得什麼都該花 但是你看 很多事情是你知道 但是你不會做到 沒辦法 讓他真正做到了 實踐 楊茵呢 貨比三家不吃虧 這個是因為本身 你們自己就很節儉嗎 還是因為家庭因素 我家裡也不是很有錢 對 而且上大學 大家一定都會想說 不要跟家裡拿錢 這樣實在是不太好 對啊 所以 就是課也那麼滿 也沒有什麼時間打工 可是就是還是要想辦法 所以就從節儉做起 對 人不要花就不要花 不要哭 加油 好辛酸 石窮呢 其實我也是因為 像是家裡比較負擔困難 所以我就是負擔自己的生活費 我差不多高二開始 我就自己打工賺錢 所以你高中的學費也是自己付的 我人家第一時候不用付學費 OK 自己自己打拚就對了 對 很辛苦 楊茵 怕家裡負擔太大 因為家裡還有一個弟弟跟妹妹 所以就自己打工 自己出來賺錢這樣子 然後自己付房租一些 生活費之類的 都是哥哥 好感動 變得好沉重 對啊 怎麼有點sad 對啊 都敢開玩笑你知道嗎 講什麼好像都不對 這代表很勵志 很正面 他今天要教我們怎麼樣省錢 OK 對不對 好 我們今天分成幾個部分 就食衣住行 來看看大家怎麼省錢好不好 好的 首先飲食篇請問一下大家 自己一天的飲食費 大概是多少錢 來 寫一下 好 那妳又認為對面三位大概是多少錢 也寫一下 阿Q一天只給他們50 沒有 因為 我會這樣講 因為我曾經也這樣子過 就是我窮到我一天只能花50塊 沒有 那時候是真的沒有辦法 為什麼那麼辛苦 因為我就是沒有錢了那時候 我爸媽那時候不知道幹嘛 突然就是斷我的財路 那一陣子也不給我錢 然後我就去劇團工作 我跟他說我不用錢 但我可以幫你們 我就三餐都在那邊 就待在那邊吃他們的便當 那50塊是花在哪兒 50塊就是吃 就是 因為他們不是每天都有演出 大家大概猜的都是 你看有些 100左右 100左右 150啊 對啊 然後自己的部分大概都300到500 對 但是到底花了多少錢呢 漢哥你一天會吃多少錢 告訴我們 來… 一整天喔 一天60 沒錯… 一天60還是 對啊 60怎麼辦到的 三餐嗎 基本上早餐的話 因為客滿滿的 所以幾乎都沒有吃 就沒有時間 就直接上客 不吃早餐 對 中餐怎麼辦 中餐的話 你有帶你的中餐來 有…我有帶我的中餐來 那是什麼 麵線 對 就是一把這樣子 他才4塊錢 對… 4塊錢 你確定那是真的麵線嗎 沒錯… 因為我們就是學校附近 對 我們學校附近 有那個極其餅商店 所以去買的話 極其餅 對 沒錯… 對… 極其餅會特價 非常便宜啊 對啊 一定要就是吃這種 配什麼吃麵線 這個就是煮麻油麵線 就麻油就是一點點 麻油一點點 就讓它口味滑順就好 不是 他就很詳細嘛 沒有 就是我的用量很少 所以就是特別拿出來 這個的話 就是它很厲害 它是滷味 它這樣 這麼一大碗才30塊 就是我如果沒有時間去煮的話 我就直接去買滷味 兩包麵 一包青菜 這樣有均衡的30塊 肉 沒有蛋 沒辦法 對 真的太奢侈了 什麼 對 妳還是沒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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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水果 小時候要省錢的人去 不好意思 而且妳這樣 妳就變成說一天只吃兩餐 對 基本上是 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一天花100塊 早餐10元 你就可以挑麵包或饅頭 然後中餐花40塊 在合作社買一些飯 或一些會飯還什麼 然後晚餐花50塊去住餐 然後都要挑很多很多菜 然後再把一小塊肉 藏在菜裡面 對 它就不會算在肉的錢 用這樣方式來省錢 對 因為自助餐的肉很貴 所以要把它偷偷的埋在菜裡面 他都不會發現 然後再咬超多自助餐附的那個湯 把它自己喝得很飽 我們高中比較聰明 因為他們都知道我們會偷藏肉了 他後來就用秤重 對 秤重 沒有辦法藏了 對 真的 那我這樣 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我爸就辦一張副卡給我 對 今天要聊…節省 節省… 我會說不好 我這樣子不好 因為我爸都會從台灣 打越洋電話 很棒 你都滑… 我一直說 我都根本沒在算你知道嗎 太負面了 我爸在台灣一直繳 國外也算是費用又很貴 好 來 看石窮 石窮你吃什麼 火食費 50元更新 你還少10塊 你怎麼辦到的 其實有的時候還更低耶 有的時候就是 平常起來就是基本上不吃啦 都早上起來就不吃 然後我會找事情做 然後就是因為我興趣滿多的 然後我就找事情做了之後 消磨掉 或者是…正常一點的話就是 對不對 他是把注意力分散到別的地方 那不覺得 像減肥的人一樣 對 對 然後有的時候 真的要吃的話 我就是吃像 這個迷你口兩磅 一包10塊錢 一天只吃一兩包耶 一整天耶 對 我甚至之前有工作 一個月的時間 我都只吃這個 一天就一兩包 你這樣消化OK嗎 你會不會就是排便會順暢嗎 還可以啦 應該都沒有排便吧 因為不夠大 天啊 吃太少了 他講這個就比較有說服力 因為他真的太瘦了 憲哥沒有說服力 憲哥 你不要再騙喔 剛打嗝 還有那個牛排的味道喔 OK 好 那那個楊茵 是不是 怎麼可能 每次是硬要比前面的人少是不是 我要抓囉 這是假的 這可以吃什麼 那個超商裡面不是會有那個 關東族的湯 喝到飽 不用錢嘛 然後不是有統一脆麵 統一脆麵 8塊至12塊嘛 差不多 然後一天差不多兩包 然後兩碗湯喝到飽就解決 看一下… 好可憐 就是喝那個湯喝到飽 就這麼一碗… 這麼大碗 湯喝到飽 可是那湯喝太多應該也不太 排尿順暢… 太鹹 你這樣會不會發生 就是譬如說頭會昏昏的 或是腦袋比較遲鈍 有時候 但是比較常的是胃痛 就是吃太多這種東西 然後胃痛 但是之後可能會去 吃一點水果之類的 怎麼樣 亞莎 亞莎有問題了 你就這樣吃這麼久 你們有沒有就是真的營養不良 就是發生過這樣子的事情 很好 因為我還有青菜 我還有青菜 可是漢哥你們之前去健康檢查 那個報告不是不太好 沒有 就稍微 那一點就是那個指數很高 等一下 你還… 凱樂回憶當年出道時 阿KEN卻意外爆出驚人八卦 當出道的時候 因為經濟很不穩定 那時候水蜜桃姐姐她是前輩 她請我去吃本 我真的當下咬那個牛肉的時候 我真的眼眶都有淚 妳到現在對不對 她就說我缺了一個包包 她老闆就送來一個香蕉 好可怕喔 是不是 我真的有感情留下來 我不知道啦 但是漢哥你不是之前去健康檢查 那個報告不是不太好 沒有 就稍微脂肪肝了一點 就是那個指數很高 對 等一下 我為什麼說脂肪肝 不是 有脂肪肝是納豆的問題 因為納豆以前真的是每天 大魚大了 燒肉一直吃 她說不行…我去檢查 中度脂肪肝 這兩天…先不吃 是這樣的狀況才有 你不要硬上通告喔 沒有… 我以前就是 以前就是沒有這麼窮的時候 就是還會 就是一直吃囉 對… 可能是那時候累積了 她可能麻油吃太多 最近吃太多麻油 對 以前也有揮花很多 真的 是不是 其他人有沒有暈倒過 死窮這種看起來好像很容易暈倒 我身體狀況算相當差 其實 怎麼說 像我國中… 我上國中的時候 其實我以前就吃很少 對啊 然後我上國中國中第一次升級 大家就排隊在那邊站… 我就覺得 這氣氛不太對 空氣不良 我就倒了 我就直接倒 暈倒了 暈倒 然後後來送醫院嗎 沒有 倒了就爬起來 可是那時候 幫你 沒有 可是就是你會跌倒 你會有一瞬間覺得 你會 會有一瞬間覺得極度的缺氧 然後 其實 常 久坐久站都會 因為你營養不夠 所以會這樣 而且又沒有吃早餐 很容易暈倒 對啊 不行 早餐一定要吃 對 盡量… 我們來問大學生 看他們自己有沒有什麼樣 省錢 對 在食物上面 有什麼好方法好嗎 Benzel Benzel 你是吃什麼 我這個吃土滷味跟剛剛它那個 有一點像 但是我這個更斤斤斤角 你是吃土 吃土的滷味 吃土滷味還是吃土滷味 沒有… 就是用吃土的方式去買滷味 吃土的人在買滷味 什麼意思 對 之前我在那個 我們學校的那個 靠北四星的粉專 有發一篇文 教大家怎麼買學校餐廳的滷味 然後就是 我就告訴大家去滷味 我們用15塊錢買一包高麗菜 然後跟他說湯夾滿 滷味店通常還會有賣麵 可是直接跟他們買麵太貴了 所以麵的話 可以到學校的Seven去買 還有九折 所以一包統一槌麵只要9塊錢 而且統一槌麵有55克 科學麵是40克 在超商裡是9塊錢 但是如果是在滷味店買的話 一包王子麵50克就要15塊很貴 太貴了 好會算喔 幾克都算了耶 你是會計嗎 沒有 好厲害喔 所以這個是 就是妳當初發的文是不是 對… 獲得了廣大推搶對不對 對… 發在本段上 同學們 剛剛是講到說省錢對不對 對 但是一餐來講的話 大家最多可以 就如果你打定講 今天要吃一個大餐 你預定會花多少錢 預算最高多少錢 映如是你看沒有極限的 對 我覺得你 如果是一個很省人 你既然要吃大餐的話 那幹嘛跟妳的慾望 妳的肚子過意不去 肚子就是要吃飽 吃飽才有體力才會賺錢 所以妳就是要花單去吃 好 但是妳都到 吃大餐都到什麼餐廳 譬如說是 蜘蛛餐嗎 霸王餐不算喔 不算 我 如果是吃那種大餐的話 應該會選擇就是那種大集團 那一種 飯店什麼的 所以妳吃過最貴的一餐多少 我吃過一個火鍋 很厲害 在東區 我大概 那一餐大概吃了大概八 九千 差不多 五個要八 九千 一個人 怎麼可能 對 可是那個餐廳這樣 你還扯了吧 不是…不是一個人 兩個人大概八 九千 一個人也大概也是滿貴的啦 一個就滿貴的啦 嚇死了 因為要這麼貴 請問一下 對啊 對面你三個開始 妳是吃 妳一餐就他們一個月的 妳們的預算如果要最高 妳們會設在多少錢 大餐 大餐 妳的定義就是什麼 好不容易交到一個女朋友 要跟他吃大餐 大概是獨自吃到飽那種 498就已經緊繃了 怎麼可能無限 498 498 498 對 吃到飽 重要是吃到飽 對 一定吃飽 過去這三年來吃過最大 而且大家最好的朋友一起吃的 基本上也 三百以內 三百以內 有吃到飽嗎 還是也是有 有吃到飽 有一些吃到可以讓我飽的啦 就是我很容易就飽了嘛 我三百 餵一直在處在一個很小的狀態 對 楊小鮮 楊茵 一兩百吧 不會超過三百 三百真的極限了 極限 一兩百有什麼大餐可以吃 一兩百吃到飽 你要看那個有什麼 飯吃到飽那種才能進去 對 白飯吃到飽那種 小鮮板燒那類的對不對 對 這樣子的話 你們會不會身邊的朋友 看到你們想說好可憐喔 跟你們一起 一起附這種 有這種朋友嗎 有 而且我非常樂意接受他請我 不是 完全不會覺得 念不改色 你要請我是不是 好 對 沒錯 就是要這樣 所以你也不會演一下說 不要啦…這樣 有啦 我跟他說 好啦…這次先欠著 我下次請你 然後就跟他絕交 沒有… 打電話都不接 對… 就裝作沒這回事就好了 對… 宇宙人想請問一下 有沒有在那個時候有沒有其他 譬如說公司的人 剛開始的時候 還是其他的藝人 有沒有對你們伸出元首過 我想一下我那時候的室友 有對我伸出滿大的元首 對 他就是我住在那邊 就跟他們家人一起住 然後 他還住到別人家裡 對 住別人家裡面 然後那個時候他有時候 他們家族聚餐或是什麼 都會可能帶一些東西回來 給我吃這樣子 對 但有一次我就是看到 冰箱有一個便當 我就把它吃掉 然後第二天起來那個 他姐姐就說 誰把便當吃掉了 那種就是吃錯 我以為 他可能是要外帶給我吃的 結果是他隔天的便當 吃到人家住室 對… 那時候滿尷尬 對啊 那怎麼辦 那你就是裝死 沒有 我也不知道 怎麼會這樣 我以為是要給我吃的這樣子 你有承認 不知者無罪 對啦 承認最好 對 剛出道的時候 也是因為經濟很不穩定 對 然後那時候 水蜜桃姐姐她是前輩 她請我去吃奔 我真的當下咬那個牛肉的時候 我真的眼眶都有淚 眼眶都 眼淚都奔出來了 真的 因為那眼眶真的有多貴 然後那牛肉好好吃 那個好貴 真的 所以我就一直很感謝她 對啊 好好喔 真的謝謝她 真的 然後你看現在 比如說她到現在對不對 她有時候說 我缺了一個包包 她老闆就送她一個香蕾 好可怕喔 好想要那麼好的老闆 對啊 生日才有這樣子啊 老闆耶 對啊 我都沒有 她最近感情怎麼樣 我不知道啦 天一老闆還好笑的 大學生你們要不要趁生日 天一三位 講什麼 他們今天在製裝費啊 製裝 來 我們講到製裝的部分 來… 漢哥的POLO衫 然後他們兩位的外套 死窮的潮梯 對 楊茵算是比較Fashion的 有喔 她有多加一件背心 肥屬褲喔 雅莎 對 因為漢哥 其實大家有想到一件事 漢哥是工具人耶 什麼意思 她之前有講說她的錢 都拿來去當工具人 去當分母分掉了 對啊 所以她現在才會這麼窮 所以我就想 那她當初應該還是有多少 省一點錢買一點衣服吧 差不多全身一千塊 不為過 而且她說她以前其實有有錢過 對 她是被 她是家道中路 家道中路 壞壞的蒙面 蒙面女孩們花掉的 是 對 她超挺女孩子的對不對 女生朋友 死窮 我剛剛突然是覺得 她應該身上應該兩百塊 兩百太少了吧 因為她身上 她有一群好朋友 彰化的好朋友 一定很多衣服是朋友給她的 妳可以去辦案 妳都聽得很仔細 真的 都知道她是彰化的 然後再來那個什麼 楊 她為什麼會拆這麼高 妳有沒有看到她的鞋子 對 新的 新的 然後妳看 她的那皮的背心 有沒有 其實她應該是有錢的 我們要揭曉囉 請問 漢哥 今天這一套製裝費 花了多少錢 整身喔 真的 男大聲超強省錢穿搭 現場所有人已經都被騙 大家眾所矚目的楊翰哥 喂 什麼啦 憲起來呢 衣服199 假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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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起來199 不要看她吃一個N 不是好牌耶 這裡少一個 今天為什麼沒N啊 沒有… 那是C啊 C C 他不是N 是C 好耶 請問 漢哥 今天這一套製裝費 花了多少錢 真的 5 5 5 整身喔 整身… 有家鞋子 鞋子 有… 鞋子多少錢 鞋子 190 忘了算 你忘了算進去 150 150 穿了150的鞋 看起來還不錯 對啊… 假衣服 是OK的啊 假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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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很臭啊 不會啦 他會呼吸嗎 不會… 150很划算耶 對啊 可是我算有點作弊 因為這衣服其實是我姐夫送我的 對 送的 就是 對 我很喜歡就是穿 就是親戚的衣服 或者是 只要我穿得下的 我就拿過來穿就對了 你要骨骼嘛 骨骼 對啦… 這個真的是好OK的 對… 省錢啊 對啊 要浪費嘛 好潮耶 那史琼呢 起碼 你還比較快 怎麼會 你還比較起來 我不相信 你要把…你的服裝是要換掉 對啊 回合… 你不如花350 沒有 我的衣服也是差不多 就是100塊 就是100塊那種 還有100 剩下的600咧 其實比較貴的原因 是因為鞋子在加熱服買的 鞋子 鞋子 體質有保證 這雙哪裡看起來貴 可是像我的褲子的話 我的褲子的話 其實它原本那個定價 這是新商貨 它原本定價差不多是 應該2000到3000塊 你賣多少 我只有買200而已 200 對 好可怕 它那是大清商 大清商 它等時間 等時機 就是剛好路過這樣 走過路過不要錯 鞋子就最貴的 OK的 好 楊茵 大家眾所矚目的楊茵 到底畫到千 很貴吧 朵拉都在你身上了 什麼卡片 什麼800塊不到 鞋子 鞋子有問題 你看 你看大家都沒有人猜 你猜那麼低的 對啊 對啊 為什麼 你告訴我們 衣服199 整套 包含外面這件背信199 因為就是 夾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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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件加起來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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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夾兩件 好新奇喔 好 我們全部人都騙了 真的 開瘋耶 好陰險喔你 高招耶 飛鼠庫… 貴了吧 飛鼠庫299 整件299 299 299 鞋子 鞋子 你告訴我那麼便宜的 新鞋去哪裡買 鞋子 不要看它是一個N 不是好牌耶 它這裡少一個 裡面為什麼沒N 對不對 是不是 假的 不是啦 不是 沒有… 這個是Z 不是N 它不是N 它是C 對 對 這個牌是C開頭 好險的牌子喔 騙了 騙了 可能是Zoo Zoo 可能是Zoo 那是Zoo balance 遠看有潮牌的感覺 遠看有潮牌的感覺 我都騙了 我都騙了 那我也想要去買Zoo balance 可以騙了耶 那個Zoo 一雙多少錢大概 我是買另外一雙然後送 它剛好在做促銷 買那一雙送這一雙 買一送一 真的假 然後就送這一雙 而且這個顏色滿好看的耶 對啊 其實是好看的耶 對啊 而且遠看還覺得是雞皮喔 對 子瓊應該要找她的服裝師 對啊 妳真的是 我都開始覺得 洋衣有點帥了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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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三位平常 那個買衣服的製妝地方 就是家樂服嗎 還有哪邊 就是可以買到這種便宜的 買一送衣這樣 對啊 就是家裡附近有市場 他們就常常會買一些 其實基本上都是100塊到200塊 不會太超過那個價位 有的時候真的就是 就是妳剛好經過 他就買一送一怎麼有的沒的 接下來要進行到住宿篇的部分 好不好 請問大家 猜猜看對面三位同學 他們的生活及住宿費 一個月的開銷大概多少錢 對 家住喔 生活住宿 KIVI 我覺得 大概都在5000以內 因為首先住宿費呢 如果要省的話 最省的就是家庭式的 跟朋友一起住 然後分房間 房間也不要選套房 也不要選最大間的 越小間的越便宜 亞房沒有廁所的那種 對 再來住宿費 根據他們剛剛一天的那個 火石費 我把它乘以30加上去 所以是4000吧 4500跟4200 好 來 我們來看看 到底要多少呢 1千 1千 有人猜到嗎 我住家裡 所以其實 就是我 換一些什麼 水電的材料之類 因為我會自己接 就是延長線之類的 就是解決我生活的不便 因為比如說像床頭沒有插座 可是我手機要充電怎麼辦 我就自己拉一條延長線上去 你說從隔壁鄰居還拉 沒有… 偷電 偷電 我就想要奇怪 那個也想要需要多少費用 對啊 是因為很長 因為從鄰居家 因為床頭沒有那個插座 可以充手機 我以前那個 像誰要住你隔壁啊 我以前念書的時候 因為也是算一個房間… 那個房東會看那個電表 收你的水電費 所以如果我們要炸東西 要煮東西 我們就用走廊的插頭 他就用走廊的電費 聰明耶 真的喔 對 會這樣子 這是什麼 這張照片是什麼 他DIY的東西 對 這個是濕熱冰的那個杯子 然後因為電腦 如果我不給它散熱的話 它的那個 就是散熱效果會很不好 然後我就自己給它做一個煙囪 對 這樣會比較省電嗎 沒有 就是它散熱效果比較好 才不會 就是整間都很燙 那個塑膠被遇到熱會有毒氣嗎 對啊 會不會 會不會太熱 不會啦 沒有 因為最熱的地方不是上面 因為那是已經是隔著一個風扇 所以它的溫度其實沒那麼高 只是不要讓熱導到外面 就讓它集中 這樣一起風吹出來 是一個嚴重 那個冷氣的錢 從節目開播到現在 從來沒有一個人 會拿這樣的東西來炫耀 蠻特別的 是不是 你的眼鏡也是自己做的嗎 還是 眼鏡 所以有壞掉過嗎 還是 對 我之前換眼鏡是會 它就是刮傷太嚴重了 然後 可是就是螺絲不見 就是插在這裡 插在這裡 插在這裡 超酷的 對啊 牙籤 牙線 是用那個牙線棒的中間 牙線棒折斷 然後插在中間 雖然說它會晃來晃去 可是 對… 真的是耶 但是 你知道這個可以拿去眼鏡行 免費幫你修 對啊 你幹嘛 我 眼鏡的牙籤 應該不會送你這個錢 對啊 沒有啦 那是 就是 螺紋已經不見了 所以就 螺絲也沒辦法 只能換一隻新眼鏡 戴起來是這樣的喔 對 它有點歪掉 這樣還在戴 這不要戴了 這是要讓它休息一下 對啊 我大概戴了7年左右吧 好猛喔 厲害 其他人呢 子瓊 你花了多少錢 1千5 怎麼都那麼低 1千5 其實我是住在家裡 難怪 我之前在學… 我之前有在學的時間 我是住學校的話 那個因為有補助款 所以我住宿費是不用的 大部分雜費其實就是 就是可能說衛生紙 沐浴乳之類的東西 了解 衛生紙花了很多錢吧 可能吧 會熱嘛 擦個汗 好笑 因為它沒開冷氣 對 它沒開冷氣 擦汗這樣子 楊茵 請看 貴 這個比較… 對 這比較合理 這錢會不會看起來 這因為已經是豪門了 假設在地寶 你住地寶嗎 他已經算是富二蛋了 小開喔 怎麼辦到的 怎麼7千5 因為我自己住外面 自己住外面的話 其實什麼生活費 然後還有一些像是衛生紙 沐浴乳之類都是要自己付 對… 所以就那麼多錢 你房租是多少 六 七千左右 那等於是差不多啦 就六 七千左右 然後還有加上生活的那些用品之類 就五 六百 差不多就七千五左右 你們要怎麼分散那些錢 什麼分配 譬如說 盥洗用具花多少錢 衛生紙這種的 你們會不會用一個筆記 然後記下來這樣 每個月記帳會不會 我不會 反正我有就是有必要花的 像沐浴乳那些沒辦法 可是我就會非常省的用 就一次就擠不到 就按不到一下 然後按半下這樣 有 有味道就好 沾一下就好 所以說 那你全身洗得乾淨嗎 可以… 沒有… 刺激一點 刺激一點 這樣就OK了 男大生吝嗇無極限 竟把歪腦動到朋友上 大家有沒有在交通上面 省錢經驗或者方法 因為我在高雄念書 然後有騎摩托車 我就盡量不要騎 因為很多人會跟你借摩托車 所以我加油就只加10塊錢而已 可是回來他們都會 不好意思幫你加滿 因為他們一開始騎上 就發現其實油表已經快零了 沒有油的時候 你要再擺一陣子的 你要再等其他人來跟你借 所以 我還敢說 最近怎麼沒人要跟我住摩托車 對 像衛生紙的話 我就路上的衛生紙我必拿 而且第一件事就是把裡面廣告抽掉 對 因為我就愛演 對 而且這樣出門一次都用不完 然後我就一直放在口袋後面 那其實滿有原則的 就是我就不用什麼太用到 大包衛生紙 其他兩位有比較更強嗎 沒有 其實我滿普通的 我真的該用的東西 我還是 我就是會花錢去買 對啊 不過我比較特別的是 不用什麼 對 對啊… 不用洗髮乳 因為我平常 其實我定期會剃光頭 對 用剃光頭來剃洗髮乳 對啊…那個 而且那個用洗髮乳反而頭皮 會比較過敏 是喔 這樣的話你們還有 就是生活已經這麼結局了 平常有還有其他的娛樂嗎 娛樂 朋友約你 看大家都夜唱 夜衝啊 都還引錢吧 那一種 那一種其實 唱歌的部分我不太參加 就是 是喔 對 不花錢的遊樂有什麼 譬如說 很多啊 其實像我玩雜耍 我出去練習 大家去公園去 就一趴那就算 那就很好玩啦 對啊 自己找樂趣 很好啦 楊姨咧 你有休閒嗎 有 平常休閒的話 跑步 健身 像健身的話 因為平常健身的話 健身房都太貴了 然後像是如果你住內湖的話 內湖它拿學生證又有打折 一次進去只要10塊錢 好便宜喔 進去10塊錢 好便宜喔 在內湖焚化爐那邊 超便宜 進去就10塊錢 但它那個設備超老舊 你握完之後 你整個手都是黃的 生鏽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就在焚化爐旁邊 對啊 都是灰塵啊 拍一拍這樣 對… 就整個都是髒的 但是真的很便宜 但是你又可以運動 又可以做休閒 他們其實才是最富裕的 他們的心靈很富裕 真的是 但 還好誠實喔 還是要吃點好的 真的很坦白 剛剛講完十一住 接下來要講行了 好 好不好 行不行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交通費 交通費 漢哥的交通費 來 300 它是多久時間妳講清楚 一個月啊 一個月 怎麼可能 不可能 阿Q一趟計程車就沒了 妳用一個月 怎麼辦到的 還好 因為我住家裡 如果沒有很近的話 我會選擇走路或者是騎腳踏車 好 史雄妳呢 要去彰化總要花錢了吧 500 500 500 好便宜喔 對啊 其實就差不多 去彰化了 我沒有時候很常去 朋友會出 對啊… 其實平常就是 真的大部分就是騎機車 對啊 然後那個跟一般捷運算一算 是省滿多的 尤其是捷運站你多一 有幾站就是多一站 或是你多轉一線 你就要再多加很多錢 尤其是要來回的時候 你還要再一倍 對啊 那負擔就很困難 你是不是有一次從景安走到哪裡 我從景安走到景美啊 那大概是 那走到景美 那多久時間 差不多走了 原因就是因為要省錢嗎 對啊 就是覺得 好省 對 很省 就是你走過去就不用再花錢 還可以運動對不對 楊茵呢 楊茵揭曉一下 也是500 約好 500 一樣嘛 騎機車 對 騎機車 不然就是也是走路 騎機車不然就走路 從哪裡走到哪裡 最遠的話是從 中河那邊走到沐沙 走快兩個角色 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地方耶 好厲害 這三個小域這樣跟你們有得拚 對不對 講真的 他們也可以去爬山耶 對… 好幾年前我們為了省交通費 然後去台中表演 也是自己開車下去 我天… 我還以為從台表演也是自己 走去 到了 取中人善 自己三個人在這裡 上面彈 下面只有兩隻小狗 太遠了啦 可是最恐怖的是 因為表演玩很累 對 但是他還是要開車 還是要很累開車 因為為了省那個錢 就開開就睡著了 對 而且我們那時候還放那個 有個樂團歌叫 我在想你的時候睡著了 唱到睡著喔 然後就是他開車然後 全車都睡著 全車都睡著 太危險了 好危險 然後還就是 冥冥之中有 可能就是命運有幫我們一把 就是爆胎 在睡著的時候爆胎 那不是更危險 不是要有 但是他爆的是同一側 我記得 對啊 好像就沒有造成很危險 後面也沒車 就讓我們醒來 好危險喔 真的 你那個神明保佑 從事不敢在表演之後開車 對…不要省到那樣 假如真的需要花費 太累的話一定要對不對 好 但是問題是你是不是 你們這一次其實去爬山的時候 過程當中其實也有想放棄對不對 就是我在上面的狀況很不好 太累了 就是有高山症 然後上吐下瀉 頭會很痛 然後其實評估是可以做那個直升機 有人建議我們 讓小玉搭直升機下來 那一趟是一萬美金 一萬美金 一萬美金 下來一趟一萬美金 對 你們有做嗎 沒有 就撐著 不要… 所以你們想要算 對 但其實是滿危險的 如果硬沉滿危險 因為高山症會很嚴重耶 對啊 嚴重的話可能就 就你會 你會飛得比直升機載你還要高 對 一路就一直上去了 還下不來耶 真的 對啊 這個安全的部分還是要注意 對不對 不要為了省錢對不對 好 大家有沒有在交通上面的省錢 經驗或者方法 有比較厲害的 海產 我是自己 因為我在高雄驗宿 然後有騎摩托車 我都盡量不要騎 因為很多人會跟你借摩托車 所以我加油都只加10塊錢而已 然後每次那個油表都很低嘛 人家要借你就站上去 你親親 你要去哪裡玩你就騎去 我沒有要用 可是回來他們都會不好意思 幫你加滿 因為他們一開始騎上 就發現其實油表已經快零了 他們加滿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出去玩了 你玩到快 沒有油的時候 你又要再擺一陣子 所以 我來高雄 我來騎摩托車的時候 其實滿省的 我一個月加不到兩次油 而且一次就加15塊而已 好厲害喔 你這種就是那種旅遊 那種租摩托車的地方 借別摩托車還幫你加滿 最近怎麼沒人要跟我租摩托車 我們最後再問一下 就是三位非常節儉的來賓 就是你們有沒有因為就是要節省 然後反而會覺得有點沮喪 或是很難過 有一次就特別難過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走路回家的時候 就想說 為什麼我連買個飲料都沒辦法 就不能隨心隨意 我想喝飲料 然後就去買 結果回到家 結果就崩潰痛哭 覺得我為什麼可以 就是活成這樣 對 買不到飲料都要痛苦 活成這樣 真的喔 那你沒有想說 我要發奮圖強 我要賺大錢 有喔 什麼啊 我還以為想說很笨 很笨 就忘記了 不行 你不能這樣 你會這樣一輩子不行啊 你要振作 好 因為你們都OK吧 我不會覺得特別怎麼樣 因為每個人的家庭 每個人的出發點 每個人的起點 從一開始就不一樣 對 當人家在花大錢的時候 或者說很奢華的時候 你心裡面在想什麼 一餐吃四五千塊 對啊 人家就台幣戰士 我也沒辦法 台幣戰士 沒關係這樣 你也是那種睡一覺醒來就忘了 還是你會想要發奮圖強 我基本上是目的論 就是我想要做什麼事情 我去執行他 大部分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生活物質需求那些 大部分就是每個人的個體差異 他們本身起跑點就不一樣 對啊 這樣比較厲害 這方面你看得到就很透徹 對不對 楊茵 看到別人穿得那麼好的鞋 四五千 然後我自己穿這個 我就覺得 怎麼那麼可憐 他十幾雙鞋都那麼好 結果我五六雙而已 你穿很好看 你好可憐 我覺得覺得很沮喪 你又把它撐起來 你現在是想要騙我們送你一雙對不對 是怎樣還是怎樣 今天宇宙人是不是 又出新專輯 要帶來什麼歌曲給我們 帶來我們第一組打納尼呢 名字 大家一起看看 來 送給大家 好 心也渐渐的看你了 想起初发现热的血还是很热 外面的风越吹越来越冷 世界变得不同了 我的朋友是否牵涉着 我爱的人还在找对的人 风的方向又转了 我不要 不要就这样的过 哪里呢 哪里呢 会不会跟着我一起走 寻找着那黑暗里唯一的星空 当世界就这样匆匆的过 哪里呢 哪里呢 会不会想起那年的风吹走了 单纯疯狂勇敢的我 却只留下想坐或想游的石子路口 白白的我 手中有一颗石头 我该往哪儿丢 我该往哪儿丢 宇宙人 宇宙人 太高兴了 那你很好听喔 而且天哪 有演唱会 世界好大趴 世界好大趴 沒錯 由香西音乐所主办的 對 超犀利世界好大趴 哪一天呢 宇宙人是在8月8号 父亲节的这一天 8月8号 带爸爸去听 对 带爸爸去听 我跟你讲 什么钱都可以省 但这一攤不能省 真的 對不對 你自己去看之外 還帶爸爸一起去 對 你怎么有点迟疑 不是 我在想說 我爸有沒有認識其中的 沒關係…帶他認識其中的 你爸懂得認識你吧 OK啊 是不是 一定要多多支持宇宙人 希望大家可以 因為總共有三天 7號 8號 9號 還有香西音樂 還有MV 魔幻力量 OK 然後很多… 很多巨星都在這裡查詢 如果要查詢購票的資訊的話 在Facebook搜尋超犀利益 超犀利益 超犀利益 一定要去 一定要支持宇宙人好不好 今天要非常謝謝你們 我們都已經要去演唱會 那你呢 那你呢 OK啦 今天非常謝謝宇宙人 謝謝三位同學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